原来这才是男女造人的真相 看得人都脸红了 有一天 神冲造了一头牛 神对牛说 你要整天在田里替农夫耕田 供应牛奶给人类饮用 你要工作直至日落 而你只能吃草 我给你五十年的寿命 刘康义道 我这么辛苦还只能吃草 我只要二十年寿命 余下的还给你 神答应了 第二天 神创造了猴子 神对猴子说 你要娱乐人类 令他们欢笑 你要表演翻冰本 而你只能吃香蕉 我给你二十年的寿命 猴子抗议 要引人发笑 表演杂技 不要翻冰本 这么辛苦 我活十年好了 神答应了 第三天 神创造了狗 神对狗说 我要你站在门口 废 吃主人吃寿的东西 我给你二十五年的寿命 狗抗一刀 整天坐在门口叫 我要十五年好了 余下的还给你 神答应了 第四天 神创造了人 神对人说 你只需要睡觉 吃东西和玩耍 不用做任何事情 你只需要尽情地享受生命 我给你二十年的寿命 神抗议道 这么好的生活 只有二十年 太短 神没说话 人对神说 这样吧 牛还了三十年给你 头子还了十年 狗也还了十年 这些都给我好了 那我就能活到七十岁 神呆呢 这就是 为什么我们头二十年 只需要吃饭 睡觉和玩耍 之后的三十年 我们要像一头牛 整天工作养家 接着十年 我们退休了 不得不像这猴子 表演打耍 来娱乐自己的子孙 最后的十年 整天留在家里 像一条狗 坐在门口 干门 珍惜信友的生活 珍惜关爱自己的人 别忘了 给自己的朋友 也看看